LOOK 歡迎 我男生裡猜 保運 是 解決生活大小事 今天保證讓你現在才知道 大家好 我是萬事同小姐 大家好 憲哥今天我們要知道什麼事 好 夏天到了 不管是肉肚妝也要 還是迷你群也要 即將出籠 今天要幫大家 打擊局部的脂肪 鍛鍊完美的曲線 女生最困擾的第一個 是從腿 臀部 腰部 手臂 那麼這一些局部的位置 不管你再怎麼瘦 總是肉肉的 那該怎麼辦 而且最難的 我覺得最難對付 其實就是 因為手臂線條 就代表一個人的視覺 所以我們趕快來問一下 萬事通小姐 我們有沒有辦法 沒有錯啦 粗壯的手臂 讓人家真的看起來很討厭 有什麼問題交給我就對了 來告訴大家根據研究 一個人如果擁有纖細的手臂的話 他看起來會比他實際的體重 少了1.5公斤喔 所以現在要告訴大家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肩胛骨僵硬的話 就會和你練就討人厭的 蝴蝶袖出手臂 讓你瞬間變金剛芭筆 好 我不要 怎麼會 請問一下羅醫師 真的這種肩胛骨的僵硬 會造成蝴蝶袖出手臂嗎 其實像我們講說 出手臂這個部分 有一個部分 一些人是運動造成的 對 有些人是因為以前 可能打排球 練球 那有一些的話 他其實他發現他沒有運動 但他手臂的話 好像有越來越粗的一個狀況 對 其實他跟我們這個肩胛骨 這邊的肌肉緊繃有關係 對 因為我們臨場 會常常發現很多女生 他其實肩頸這邊好僵硬喔 對 然後這邊都鼓起來 他說脖子後面也是鼓起來 然後背後摸起來 整片是凸起來的 對 他說我也沒有運動啊 我就每天坐辦公室 對 然後坐久他也沒有背重的 然後坐久了之後 這邊肌肉就會鼓起來 對 其實這邊的話就是 中醫是講說 其實就是肩頸這邊的 血液循環變差了 對 就是因為你常常都 固定一個姿勢太久 沒有去活動它 肩膀這邊的肌肉 變得比較緊繃之後 血液循環變差 連帶著整個手臂這邊的循環 也會變差 是 所以像這種人的話 他常常會就是抱怨說 他有一些什麼手部水腫的 一個情況 久而久之這個水分代謝不掉 因為中醫講說代謝不掉之後 身體的那些痰不好的組織堆積 所以痰其實在身體來講 脂肪也算是痰的一個部分 所以就會變成手臂的一個肥膀 以前大家講到這個手臂的肥膀 都在想說就是脂肪嘛 就是吃太多了 就是在臀肌嘛 今天才知道聽醫生講完 可能跟我們肌這個肩胛骨 是有關係的 所以像欣怡 妳根本沒有出手臂的問題啊 就是啊 不得了 所以太甜了吧 那妳知道女生最喜歡 被人家說什麼 妳天啊 妳看起來好瘦 我們心裡就很開心 可是妳真的瘦啊 沒有 反而我也覺得妳滿瘦 但是妳跟羅伊斯的比起來 就有了 妳講妳都算無秀的 所以就說人不能比 對啦 可是我覺得甜甜說得很對 像剛剛傑琳講說 如果妳的手臂細 妳真的看起來會比實際體重 就是要少個1.5公斤 真的 我告訴妳為什麼 我以前學生 學生什麼 以前 以前就是還沒生小孩之前 我手臂 因為我是就是四肢細出名 然後我是圓身 所以我是粗在曲感中間 所以我只要穿硬挺的洋裝 就會看起來很纖細 因為我只要露出手臂跟腿 我就會看起來很瘦 可以嚇人 就可以覺得人家說 哇妳很瘦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我已經破50大家都不知道 那個時候可以這樣騙人 我以前瘦到什麼地步 就是我的手臂 是可以兩隻指頭這樣彎起來 這邊 現在妳看妳告訴我怎麼彎 好厲害喔 然後上面的話我是 大拇指跟中指是可以合起來 現在怎麼彎妳告訴我 妳不要這樣講 有幾個人是彎得到的 對啊 就是我之前是真的可以這樣 所以長輩每次看我都說 要三鼻八甲 就叫我吃多一點 那是真的三鼻八 結果生完小孩之後 最後妳就走上我 那甜甜妳有這個胖手臂的問題嗎 真的 可是有時候我今天 所以我今天盡量遮了 可是很討厭就是 市面上很多衣服 可能例如說什麼公主秀 或娃娃秀 或像捷琳那一種的 妳可能身體近得去 但妳手臂這裡就卡不過去 就會勒到會壞死耶 因為有的有縮大有沒有 對 很像在包火腿你知道嗎 可是甜甜 那比方說 因為妳其實一路走來 也一直在不斷的尋求減肥的方式啊 妳也會覺得 手臂的確是最難受的地方嗎 手臂真的很難受到 受 所以後來我給我自己的解讀 就是妳要認命 因為我們就天生 妳認命了 妳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天生胸部大 胸部大的人好像手臂就會出 這沒有辦法 是這樣子是不是 有 大部分的 可是像張艾亞就是手臂細 但是胸部又抄到手 我告訴妳她生完之後就會跟我一樣 少數... 對 她是少數 而且是時候味道 而且她身體又不要貼兩層 可是我們這總是性材實料 那殷琦 因為一起來如果做模特兒的工作 沒辦法吧 說得沒錯 就是這邊大的話 這邊就會跟著大 然後妳上半身看起來大 妳看起來就是寬 就寬很 對 可是神經還就逼我說妳是... 就是... 而且妳胖就是從這邊先胖起來 然後她就整個身體就厚起來 然後有一次我才胖個兩公斤 我公司就說 妳是不是這間變胖很多 我就說 我要心心中的 偶爾是說才兩公斤 她就說 她們公司就說 經紀人他們就說 她們不信 她就說妳每天給我量體重 上傳給我 每天量體重 好嚴喔 可能我真的想說 她不是騙她體重機調兩格 對 我就偷偷扶著牆壁 她講出來了 妳一下電影一下有沒有 對 心心電影一下 媽扶我一下 對啊 可是因為妳的工作 常常會需要穿到肉屁的 對啊 所以就是說要稍微瘦一點 可是我後來就發現 如果我把這邊瘦了 因為我就開始結實 不吃什麼的 對 我這邊瘦了 這邊就跟著也會瘦了 我跟妳講 而且先瘦是從這邊開膚帶 然後慢慢慢慢才有到這個 最後它就最後 還會少 我跟妳講 如果你真的總體的體重 瘦兩公斤之後 Cup少半杯有沒有 對喔 可是手臂大概才少了0.01 沒錯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我就這個循環過 我就想說天啊 我從這邊開始瘦 然後我就不願意這種發生 後來我就發現一個很不錯的 就是去游泳 然後由自由式 對 然後你的手就會一直在那邊 運動 對 會變快啊 對 會變快耶 可是我跟你講這邊 就是比較挺的話 穿衣服會比較漂亮 所以講到胖手臂啊 女生都很困擾 對 請問一下楊老師喔 今天我們三位來賓 他們都有手臂危機的問題 我們要怎麼知道 他們的手臂危機 不是來自於肩胛骨這樣 好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這個測試的話 你們大概應該平常有看到 我們現在先把你們的手 先平舉起來 跟你的肩膀一樣平行 然後是那個90度 90度 然後併攏 第一關併攏 不錯喔 那個就是併攏 要併攏喔 併不到的就已經有問題 好 接下來的話 妳是直線向上 馬上就來啊 沒辦法耶 沒辦法 這邊好緊喔 我這樣玩起來在人地啊 我這樣說很密活嗎 對啊 妳的肩膀軟軟度非常的好 天上來 一點點沒辦法 沒辦法好痛耶 還推不動耶 一定會這樣講耶 為什麼 會抖 會抬 為什麼 妳太殘忍了啦 她又怕了啦 她又怕了 為什麼 太殘忍了 為什麼 我想試試看 我們以前練芭蕾老師都會壓啊 對 我們會跟幾個肌群來看 一個的話呢 是肩甲妳雖然碰得到 表示妳外開的那個角度是OK 可是上提上不來的話 有可能是胸部擋住 那另外一個的話是 我們的前側的胸肌跟那個 手背的肌群 上拉的力量不夠 所以妳要訓練的話呢 是要訓練上拉的動作 對 訓練要怎麼訓練 老師 因為妳看我們在場 這麼多攝影師 手都抬不起來 怎麼辦 我們剛剛沒有 救救大家 為什麼我們請大家站起來 好 我們來一個霹靂秀秀的動作 霹靂秀秀 好 大家站起來看一下喔 好 妳們先把妳們的雙手 拖著盤子 然後很簡單的向內 然後再往下 4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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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到不了 好 打直 到不了 是不是有人到不了 好 妳慢慢的轉回來的時候 看到我的手肘會碰住 好 妳再打開 然後再往後 45度 往上拉 然後再 向內 好 手肘碰到 這個動作的話 我們向後的時候呢 已經在拉蝴蝶秀了 還有之後 還有之後 然後妳們往旁邊 再合回來的 這一個動作 就是解決甜甜剛剛說的 這邊 這邊 甜甜妳可以嗎 還流控嗎 這個 有點累而已 對 所以這個動作 做快一點的時候 你們就會很有感覺 然後 每天這樣做嗎 對 每天做 可是前提大家 你們的手臂一定要拉上來 老師 妳等一下 妳暫停一下 我們現在這裡有個重症患者 妳先看他做一下 她不要在叫 妳不要在叫 妳不要在叫 老師 妳幫他指導一下 她的問題在哪裡 好 多蠢 我們先整個合住 對 這邊合住 好 然後再 先往下 45度 好 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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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對 可以可以 伸 畫大圈圈 整個畫大圈圈回來 很好 然後再 手肘夾回來 快成功了 怎麼夾 手肘 不要抖 慢慢翻回來 那邊也翻回來 快抽筋了 然後碰 好 可以了 可以 可是她真的已經練到了 妳慢到了 老師 所以如果說 像那個肩胛比較緊的人 或者是要練蝴蝶袖的人 就可以做這套動作 對 而且這套動作 開始先慢 對 然後慢了五下左右 肩關節的肌群暖開 妳就可以變大 我跟妳講老師 這動作 那一天要做幾次 基本上如果說是上班族 我會建議他們 可能每一個小時 會起來 動個十下 對 那如果真的要瘦的人的話 可能這動作 妳在做的時候 要持續三分鐘 它會練到肌群 很痠 它會痠 真的 而且如果是重症患者 真的快不了 真的 六分鐘 那請問一下陳醫師 一般來講 我們都認為說 手臂出了 一定是那種胖胖的女孩子 但是有一些很謙虛的女孩子 她還是有手臂的危機 那除了剛剛講的肩胛骨僵硬症以外 那其他的 它要怎麼解決 其實身為女生 不得不承認 真的是手臂非常的難受 尤其是 你只要曾經胖過之後 它就不太可能再回復到原本的樣子了 回不去喔 真的 因為你的手臂它會胖 不是只是說是有脂肪堆積 它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的皮膚因為你胖過 所以它會鬆弛 對 鬆弛就是為什麼 我們這樣打招呼的時候 下面會晃動 我知道 馨儀找到原因了 因為我們生過小孩 我們真的胖過 真的喔 對 胖 所以我們算是鬆弛型的 對 其實啊 如果你不是每天在運動 那你又生過小孩 它把你的手臂的皮膚已經撐鬆了 對 就算怎麼剪怎麼剪 脂肪剪掉 那就剩下鬆鬆的皮膚 所以你常常 它不就變接手 會變接手嗎 就一直舉它 像我之前有一個案例喔 它原本大概是一百六十公分左右 它曾經胖到八十公斤 那它現在可能大概減到六十公斤左右 聽起來也還可以接手 可是手臂怎麼樣就是不會瘦 反而變得很鬆 對 那這樣他來找我 他就說呃 陳醫師我一定要變瘦 我要變瘦 那這種情況下呢 其實第一步我們要先把脂肪移除 移除的方法呢 可能就是用水刀抽脂 水刀抽脂 先把脂肪抽掉 對 可是抽掉之後啊 皮膚不是就變得更鬆 對 更不好看 所以呢可能就需要來做一些脂肪雕刻 或是用雷射溶紙 喔 這些會有傷口有侵入性嗎 嗯 如果想要快速的達成就是 免不了要有一些傷口 對 那用雷射溶紙啊 它是用熱 讓你的皮膚可以緊縮 那多久可以看到效果 一般大概是一到三個月左右 但是你要搭配三個月要按摩 然後穿塑身衣 好那現在我們已經知道 手臂該怎麼解決了 對 解決了手臂的問題 那想要迎接夏天完美的曲線 嗯 還有哪些需要解決的問題 萬事通 夏天要到了 大家都想要穿著比基尼 很有自信的走在沙灘上面 但是往往呢 你往下看的時候 怎麼肚子凸出來了 這時候呢 小瀑婆你就要小心囉 因為呢 小瀑婆除了不好看之外 我們再來看一下 會有什麼樣的傷害呢 當心呢 你的腹部脂肪多 會有骨質疏鬆的危機找上你 為什麼 對 請問一下羅醫師 真的這麼可怕嗎 其實像美國 他有一些研究發現說 女孩子你的腹部脂肪 堆積越多的時候 對 他們去檢測說 骨質疏鬆的比率會越高 這有關聯喔 對 它其實是有關聯 那大家第一個想到說 腹部肥胖 然後骨質疏鬆 可能是想說年紀大 對 的女性 他說一定是因為你年紀大 更年齊 然後所以你的荷爾蒙不足 骨質流失 那當然是一個原因 是 因為更年齊的女性 確實很容易腰腹肥胖 但是這個研究裡面 他發現其實年輕的女生 二十幾歲的女生 他們其實 腰腹肥胖的人 也會有骨質疏鬆的一個 一個那個結果 是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想說 為什麼你會腰腹胖 對 你一定是平常 可能飲食上面不正常 你喜歡吃一些高熱量 油炸的食物 又缺乏運動 對 沒有出去曬太陽 所以其實像這樣子的族群 所以你只要有腰腹肥胖 除了你擔心你的心血管問題 對 女孩子還更重要的就是 骨質疏鬆 可能會提早找上你 那如果說我們想要改善這個 小腹肥胖的問題的話 到底應該要怎麼改善呢 萬事通小姐 想要改善你這個小腹的問題呢 我們就要對症下藥 所以我們來檢測一下 你是怎麼樣的小腹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穿裙子走著走著 裙子自己就偏掉了 再來第二個就是 容易邊吃飯邊講話 你的工作忙碌 還有經常睡眠不足 我剛剛看到三位來賓的臉 我就知道誰對於是 小腹的問題是最嚴重的 妳自己說好了 妳知道那個什麼 穿裙子啊 真的在我學生時期就是 以前我們都會有擺摺裙 不是嗎 然後明明就是拉鍊在側邊 走一走走一走 怎麼跑到後面去了 然後走一走 真的會跑來跑去 真的有時候跑到前面了 然後想說 騎狗到底是有多好動 然後我從來不覺得跟 什麼那個什麼 小腹肥胖 對 有什麼關係 可是那妳以前學生時期 四肢千細嘛 那肚子 一樣大啊 妳知道我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肚子喔 有大學的時候 出來叫大肚豬 因為永遠就是吃得很飽 然後肚子就很大 就突出來像小青蛙這樣子 對 所以我之前真的就是 一開始被拍到說 就是我吃完火鍋出來 然後人家說妳看他真的有 因為他肚子很大 然後可是那時候我真的沒有啊 你知道那個時候好像才 這樣真的沒有很傷人耶 不是那個時候才一個月 一個月是沒有肚子 對 所以我心裡會覺得 就是 就是那個真的是百口莫辯 然後現在最近也一直 有婆婆媽媽打電話來問我說 心裡是不是又懷第二胎了 我就需要鄭重的告訴你們 我真的沒有懷第二胎 而且我也沒有預備 最近又懷第二胎 因為我剛才一直很不好意思說 你是不是還沒有三個月不能生 手開 穿群走入常胃移 小心 你可能是骨盆位移型的小婦婆 小婦的話會分兩種 一種是脂肪型的 對 然後一種是非脂肪型的 可是是因為骨盆整個歪斜掉 沒有感覺喔 而且因為你左右旋的骨盆 兩邊的肌肉會慢慢訓練 大小不一樣 所以你在走的時候 比較大塊肌 會把你的裙子慢慢帶動 好 好